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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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佑佛 我这八个多月没来园子里 这园子里多了这么些的坏人伴 去干嘛去 启禀太后 奴才不知 在您的身边 奴才除了尽孝心别的事不敢打下 但说园子里头的事全是皇上主理 奴才天天跟着您 自然对园中之事就有所不知了 行了 打住吧你 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瞧我问您一句话你这一大堆话的 奴才之罪 是把安德欣给我叫的 去呀 这 回来 站住 不能叫安德欣来 安德欣是皇上身边的人 就是问他也问不出个什么名字 这样吧 你去把九州青宴和天地家村的主管太监给我叫 这 这 汉子爷 这是我们姐几个专门为您包的粽子 对呀 我们这个尾叶洗了好几十遍呢 您尝一尝吧 好 那 那朕就尝一尝你们亲手包的粽子 滚下东西 拉下去 太乖气怒了 来不快下去 快下去 弄下去 这光天化日大庭广众 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你这做皇上的 也没个做皇上的样子 那粽子 不禁太监口长 你就给吃了 那要有毒呢 黄老娘息怒 儿臣知错 以后 儿臣吃东西 让人先尝过便是了 黄老娘 您不必发这么大的火 小事 小事 宫中之事无大小 一刻不紧 既以四海之忧 一时不紧 既以百世之乱 难道你忘了 康熙爷的祖训吗 儿臣 这是错 错哪儿了 这 这什么这 我已经让太太 查过后宫的房氏册了 这三个月以来 竟宠清那些汉人花儿 这上千的满人加厉 难道皇上就没有一个看得上眼 皇上大婚至今 只生有一女 虽贵为公主 可惜毕竟没有男爹 不孝有三 吾厚为大 皇上没有子嗣 皇位就无人计常 皇脉也无法延续 皇上 这可是你现在的头等大事 我想你应该知道吧 儿臣知道 从今儿给起 皇上只能宠信后宫的满人公妃 那些汉人花儿们 通通皇上都不能招心 更不能和他们嬉笑玩的 安德心 奴才在 你是皇上身边的统领太监 同时又是这园子里的总管 今儿汉人花儿这事 你可躲不了干系 奴才知罪 罪该万死请太佛爷发落 祖宗的家法规矩组制 你都应该是一清二楚 回太佛爷话 是 那我说的你都清楚了吧 回太佛爷话 奴才听得真真的 嗯 那就好 如果我今儿说的话 到你那儿走了样 别怪我不客气 我第一个就先收拾你 清楚吗 正 如果两年之后 后宫的宾妃 还是没有人有喜的话 到那时候 我想皇上应该清楚 儿臣清楚 儿臣清楚 清楚什么呀 如果两年之内 儿臣还不能让后宫的嫔妃们 还上子嗣 就要考虑 考虑什么 说出来我听听 考虑另立皇太子 皇上 皇上息怒 皇上息怒 为了龙体康俭饶手 您可千万别把今天的事放在心上 您要是给气出了好歹来 那 那正让那帮看笑话的人 可得了诚了 皇上 皇上 皇上息怒 皇上息怒 奴才知道万岁爷心里委屈 您要有什么气 您就朝奴才撒 愿打愿骂 奴才听凭您发落 只求万岁爷 千万别龙颜大怒 心火上升 伤机甘腐 只求万岁爷 千万别动怒生气 不生气 不生气 这能不生气吗 啊 你看看 光天化日 大听广众之下 当着文武群臣的面 他这通鼠楼呀 他也不想一想 就算他是朕的养母 把朕带大了不容易 可是 朕也是大清国的一国之君呢 就他这通鼠楼 让朕的脸这往哪搁呀 朕早就看出来了 现在殿前那些大臣 还有本家王爷 气焰比过去嚣张多了 过去他们见了朕 各个像浩浩见了猫 现在倒 一个个的 都敢挺着脖子跟朕说话 再这样下去 我看不是朕要坏了大清国的规矩 倒是他们 要以下犯上 对皇上不忠不敬 我看是他们 才要败坏了祖宗能下来的清规戒律呢 皇上说的是 启禀万岁爷 太夫妍派人吹问 今天晚上皇上招姓哪位满人嫔妃 他要亲自过问 皇后娘不是回去了吗 他不是说 他不住长春园 要马上回宫吗 启禀万岁爷 太夫妍临时决定 今晚救助长春园 暂不回宫 他派手下太监 拿了满人姑娘的名牌 等皇上亲定今天晚上 招姓的后宫嫔妃 下去吧 这 看见没有 皇后娘 这是跟朕对着干吗 万岁爷 一奴才之间 您还是点一个吧 要不点的话 您实在是 跟太夫爷过不去 对了 您也有日子 没跟那些满人宾妃在一起了 今儿又是端午节 您看 您是点皇后 扭咕噜是 还是丽妃娘娘 要不然 就是 福晋云贵人 您跟她从小一起长大 她对您也是有情有义的 虽然您对她不中意 可是奴才觉得 她人还不错 住嘴 今天晚上 朕宁愿一个人睡 老爷庙的膝膏 单打独斗 今儿晚上 我一定要让她双腹 刘虎 奴妇在 既然皇后丽妃还有云贵人 她一个都挑不上 你去 把九州青宴 还有天地一家春 还有所有兵妃的那些名牌 都给我拿来 送到皇上那儿去 我就不信 千里挑一 她就挑不出一个可心的满人姑娘来 这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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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挑一个 不管怎么着 太佛爷那儿 您也得给她个面子 不是 再说 您跟太佛爷 那都是一家人 怕老人家关心您 想让这些兵妃 给您生了皇子公主 那 那不也是对您担心一片 您担心一片 哥 哥 别回头 陆武功的船上面 有一只用伟爷扎车和公公 好 哎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千万不要出事 千万不要出事 明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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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放开她 你们不能咱俩走 这是我知不为我的媳妇 千万不要出事 千万 住嘴 她是皇上选入园子里的汉人花 专门进宫伺候皇上的 知道吗 这可是她前世修来的福分 进了宫 她又想不完的荣华富贵 跟你这乡野春夫有什么出息啊 你得给我嚷嚷 小心我割了你的舌头 还不给我滚 约翔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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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弟弟 弟弟 我看见他了 我看见他了 凌美 我看见凌美了 别说了 我换换衣服吧 哥 这是凌美姑娘给你画的地图 你记住 千万不要露馅 那么好 大家都明明 我知道 就是此 我要跟凌美待一起 哪怕就待一天 我也心甘情愿 哥 二十天以后 我会坐拉散的马车回到园子里 到时候 你在御膳房门前 马车卸菜空地上等我 我带你出园子 好 哥 记住 从今往后 你就是月海 不是月城 千万千万要小心 心灵有关 我知道 你快走吧 龙珠队要撤出原载了 好 那我走了 保重 你怎么少了一个人啊 不会啊 月腾呢 月腾跑上去了 刚才还在 是不是上盲房了 不对 不可能 这一个人这可要杀头的 快去报告大灯晚 是得少了个人 快去 走 公公公发现吧 都不许动 公公 一会儿就来 我来 月城 你跑哪儿去了 我去趟茅房 声音怎么变了 嗓子不太舒服 公公你看 好好 走了走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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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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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den 月海 看见杨公公没有 没有 你们 لم 东西 没有 没有 不客气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自难求的他面对着先皇祖宗的画像 他想象着康熙爷 乾隆爷生几十个儿子的过去 不禁潸然泪下 他清楚地知道 要想保住皇位 只有让宾妃们生出儿子才可能 但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 真要想生个儿子 对他来说谈何容易 你们都下去了 朕想一个人待会儿 起屏万岁爷 你也来反战 祝福师宣传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皇亲 咱一定要去白云观 废话 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 奴才知罪 奴才是说 大清国列祖列宗 都信的是佛教 您这一去白云观 让太佛爷 你哪这么多废话 先皇前龙爷 还穿过道士的衣服呢 谁说大清国的皇帝 只能信佛不能信道 走走走 这 你留神叫你 慢点吧 孙爷 您坐好了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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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求子的大多位女子 男人求子心切 并不畏多数 施主静观时 眉宇之间 带出的分明是 期盼上天神仙保佑 能够多子多福 人定兴旺 怎么样 怎么样道长 我会不会有儿子 会有几个 施主为什么不问我 会不会生女儿 能生几个 这 从天上看 不出意外的话 你应当多子多福 以贫道探 有个女儿应该已经出生 应该是年头省的 道长说得极是 我确实养有一女就在今年年头上 请问道长 什么样的人可以为我生儿子啊 这可说不准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位替施主生儿子的女人 她的名字里一定有个篮子 篮子 好真诚 那你抱好了啊 嗯 嗯 可香啊 就看你厉害 这人特点本家 那可不是 就这盆花管我们要那么多银子 才不能给她呢 嘿嘿 这盆花 就是盆花 颜色就是好看呀 这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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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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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老师 你会不会赶车呀 要不会赶的话 鞭子交圣口吧 哎 你这工头 你怎么这么说话啊你 哎 我怎么说话了 这大清白日的 放着挺宽的大日不早 偏偏人堆里挤 你有毛病啊 这都马精了 你能怨我吗 我不管你什么马精了 不精了的 你把我们的花 撤了 这盆花是我跟姐姐千挑万学 你才刚买的 你得赔 行了 行了 没了 不就一盆花吗 你看 这样不是也挺好的 我看 能赶车大哥 我是故意的 还故意的 要是故意的 我更饶不了她 拿钱 你今儿非得赔不可 要不然你就跟我见官去 这位姑娘 我 我给你赔个不是还不行吗 这一盆花能值几个字 我今儿是没带钱 我要是带钱 我又不跟你这儿抹嘴皮子 你说谁呢 谁愿意跟你抹嘴皮子 你没钱 没钱你别赶着马 满街招摇啊 瞧你长得非头大脸的 把你摔来这么小肚鸡肠 她 她 行了 行了 干什么不好啊 赶快走吧 有什么不好的 不好的你带着她 拿钱 今儿非得赔不可 我没带着 算了 看那姐姐的份人 劳劳你 做解 行了没啊 皇上 皇上 怎么办 った 皇上 разм 主子 就个让她陪 瞧她长的样 扁大的 跟个棚似的 鼻子上还直冒油 主子 主子 也不知道叫什么名 有点香 你看 它有点红的 你看这个 光浪看 光浪 您怎么了您这是 玉佩雅去了 这这么香 怎么了 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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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啊 哪儿 都买回来了 怎么样 比白天你们买的那盆好吗 瞎说 白天那盆是我挑的 你买的怎么会比我挑的更好呢 刘公子 刘公子 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别再叫我刘公子了 不叫你柳公子叫你什么呀 总不能叫你柳哥吧 那是我姐对你的官称 只能她一人叫 我知道了 你不就想让我管你叫姐夫吗 那也行啊 红包拿来 要不然的话没门 妹啊 行了 别在这儿瞎瓶了 少说两句 能拿你当养的卖了啊 志同 去安国买药的事都定下来了 哦 定了 明天一早就走 明儿一早 是啊 一定会非要你去吗 哦 神医商爷爷说了 这次的药量虽然不大 但必须采用到上等纯品 若有假冒 或者质地不良 就会想到药性 而且这碗药 是张爷爷几年前 就让那些药商满势力逃换的 这次听说终于逃换齐了 本来想让他家的几个伙计 去安国取药 可是张爷爷觉得 我办事比较谨慎 所以 就 一再嘱咐让我亲自去 没关系 安国离这儿也就三四百里 有个十天半个月 我一准就不来了 传令下去 全程搜查 一定要把头上带狼花的姑娘 给朕找出来 孙爷 这恐怕 恐怕什么 没听道长说吗 只有他才能给朕生儿子 万学爷 这头上带兰花跟名字里有兰 恐怕不是一回事吧 混账奴才 朕说有兰就有兰 还不快去 耽误了朕生儿子 朕要你的脑袋 这 回来 万学爷 您还有什么吩咐 你的脚怎么一瘸一拐的 回万学爷话 奴才这脚 中午是让万学爷的圣脚 给轻轻踩了一下 虽然这脚面是越肿越高 疼痛难忍 但是为了万学爷跟兰花 不是 万学爷跟带兰花的女人生孩子 奴才安得心万死不辞 这就通知晋军衙门 把北京城翻个底朝天 一定要找着那个 头上带兰花的女人 好 来 什么事儿 您说是乱一个头上 带兰花的姑娘 安阳 给我倒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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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这么多银子上路 怕是不安全吧 那我也没办法 金城的银票 到了安国就不能兑换了 我也只好啊 随身带着 一个人去行吗 要不你跟我一块去 乱开玩笑 知道的说 我是陪你买药去了 不知道的 还等我们俩私奔了呢 咱俩私奔干嘛呀 又没有人 难道不要我们俩好 哎呀 兰儿 明天一早我就要走了 这一走十天半个月的 你在家可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啊 怎么了 不放心了 不是 我怕我会想你的 我怕我会想你的 想着想呗 怕什么呀 怕 就怕口不对心吧 兰儿 我肯定会想你的 不能这样 你别着急嘛 按照咱们齐人的规矩 名为正娶之前 我是不会干这种偷偷摸摸的事的 要不然将来 一定不会看中我 当我是一种水性洋花的女人呢 到时候 再娶着个三妻四妾我可怎么办呢 我发誓 我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发什么誓 有什么样的人 还不知道呢 不过我觉得 如果将来 我们能有三四个孩子 这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就知足了 你才有点志向 我 我这志向怎么了 不好吗 好 好 姐 姐 你还不来睡 来啦 你那嘀嘀咕咕的 都两个时辰了 姐 哎 知道啦 兰儿 明儿一大早我就得走 我看你都别来送我了 谁说来送你吧 兰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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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j 兰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考验 吓死我了 快说 刚才干什么了 没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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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脸都红了还没干什么 乱说 房子里那么黑 你还看见我脸红呢 就是 肯定没干好事 快说 干什么了 你再说 我就说 你肯定没干好事 你肯定没干好事 臭妮子 万岁爷 退下 朕今天会儿谁也不要 这 懒得花 回来 把灵美姑娘给我带过来 万岁爷 安总管去京城之前吩咐过 按太婆爷遗旨 不准皇上重新汉人花 所以奴才怕 你怕得罪安总管 就不怕得罪朕 你难道敢抗命不从 奴才不敢 奴才不敢 奴才该死 奴才该死 行了 赶快把灵美姑娘给我带来 这 奴才这就去拜 万岁爷赵姓 灵美姑娘听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这些了 安总管 就这些了 我都已经查了七天了 戴兰花的姑娘也就有这么多了 找不着戴兰花的姑娘 我怎么向皇上交代 没法复命啊 再怎么着也得回去交差啊 记住了 吩咐下去继续地找 一有消息马上报给我 千万不能耽搁 这 回城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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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小逼辈吗 这怎么了 真是跑得满头大汗的 回城夫人 不好了 志同哥出事了 不是志同 志同 志同出什么事了 到底怎么回事 你快说呀 今天早上一大早 有人敲门 回家就开了门 思想一个人没有 门口就放了个包袱 管家打开去看 怎么了 你看什么呀 快说呀 您自己看吧 什么呀 怎么了 什么呀这是 别我看了 你别复视 给我瞧瞧 没呀 不是 不会只是耳朵吧 信呢 那儿在您看 怎么说 这 志同在安国被绑票了 这是绑票的人写来的 她们说 她们说十五天之内 要拿一千五百蓝银 就到河北藏州去赎人 她们说今天先送上一只耳朵 十五天后 会送上她的五个手指头 二十五天以后 别说了 这 二十五天以后 你慢慢送上一只耳朵 三十五天呐 有点 瀾儿 你 别 这怎么办呀 这 这 我 哎呀 我的天哪 这怎么办哪 这 我 这 看 这 你 这 你 这 一 这 嗯 拿着 给里边那嫂子 好像已经两天没给他吃东西了 估计这会儿也饿得差不多了 跑就跑不了 三福他们送信应该送到了吧 听七爷说 你已经送了 哎 要我说 才饿 咱们昨天拿他的时候 他可没少症吧 哼 要不是老三拿他的脚 兴趣 咱们还拿不住他 你当他铁打的 两天了 十米不打牙 他说全身都是铸铁 这回都秀出骨骼 怎么着 你还怕他 怕 我怕他 这位壮汉 怎么样 这回不争瓦了吧 干嘛 这回装眼睛了 刚抓住你那会儿 瞧你那顿臭骂 我告诉你啊 你的命啊 做人和命 人是铁 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 我让车里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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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点水 喝吧 这位爷 我怎么喝呀 你帮我把手上的绳子解开行吗 好 大爷就给你解开 小事都好了 别瞎挣吧 我还粘迫什么呀 都三天了 水米不打牙 好 看你也不行 快点 这位爷 你帮我把腿上的绳子也解开吧 你帮我把腿上的绳子也解开吧 我这两条腿一点知觉都没有了 将来搞不好 得落个残疾 算了吧 歇着吧你 还蹬着鼻子上脸 告诉你 解开你两只手就不错了 落残疾 弄不好 落个板子的吧 你要是拿不来数金 看看 来吧 我先给你来个满大桶花 许你 拿走 前夕日子园子里有人来说 说皇上微服出宫了 去哪儿了 打听了吗 回太府一会儿 打听过了 嗯 说是跟皇上一块出去的 只有一个人 安德新 他们上白云罐烧香去了 不只是去烧香吧 太佛呀 奴才还听说呀 京城衙门这两天跟疯了似的 说是全城找一个头上带兰花的姑娘 就连这个进军卫士都给调出去了 奴才有点不明白 您说后宫园子里头这么些个女人 皇上干嘛去打野神吃去 嗯 太佛爷 奴才说错话了 没有 我看哪 找什么带兰花的姑娘是假 去找一些江湖上的郎中才是真 无非是想寻些其他妙药什么的早得贵子吧 太佛爷 奴才听宫里的下人嘀咕啊 说是皇上好像是得了什么病了 放肆 奴才该死奴才知罪 是 刘福啊 别以为在宫里头知道的事越多就越好 有的时候你知道的事太多了 就离死不远了 启禀太佛爷 皇后和丽贵妃等嫔妃求见太佛爷 这一大早的他们干嘛呀 这早上还没用呢 这 不是皇上那有什么事 tit了吗 因为皇上 Mt. 这首给第十四秋 Hmm 你死定了